因为去年豪雨来临时 头85线道路6.9K处 因为落实造成道路主射 县府在多次勘察之后 将多达民隧道延长75米 希望就此改善落实问题 保障用路人安全 我们经过评估之后 还是再继续把民隧道延长 大概有75公尺 今天来进行通筹典礼 在整个这个民隧道的工程 结构各方面来看 都做得非常安全 尤其这个边坡方面 我们为了要让房子它继续贪囊 所以连边坡的地方 我们也都有加强建设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民隧道 可以一老永逸 给我们都达成合作村 这边带来一个非常安全的交通 道路给他们来使用 县议员黄世芳表示 在都达民隧道延长之后 也可以让居民出入 以及产业运输更安全 除了感谢立委帮忙争取经费 县府团队用心的规划 让出入的民众 往后都能够更安全 在我们都达民隧道 来把它改善完成 让我们仁爱乡的用路人的安全 还是农特产品要运出去 都有一个很安全的道路 也感谢我们马温军委员 协助县长在中央争取经费 到我们县府来 所以整体的工程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很感谢县政府的团队 县议员辽文贤表示 民隧道通车之后 能够让都达以及合作两村的村民 通行更加安全 也希望林县长在往后 能够关注原乡道路的问题 帮助乡亲产业运输 以及通行能够更便利 我想这个民隧道 一通车以后 可以提供我们独达 还有合作两个村的村民 非常安全而便利的路 希望我们县长能够继续地 在关心我们仁爱乡的各项建设 所以我们仁爱乡能够在整个建设 有这个农产民的运输 各行的安全方面 还有极大的便利 副一长盘一圈肯定林县长的用心 能够将都达民隧道延长 避免落实危机出入居民的安全 也相信在都达民隧道通车之后 也会为两村居民通行及产业运输 带来更大的便利 记者陈维一 仁爱乡采访报道